加拉达书第六章 弟兄们,如果见一个人陷于某种过犯, 你们既是属神的人,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他。 但你们自己要小心,免得也陷入诱惑。 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 这样你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 人本来不算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是欺骗自己。 个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 但不是对别人夸耀, 因为个人要背负自己的重担。 学习真道的,应让教师分享自己的一切财物。 你们切不要错了, 天主是嘲笑不得的, 人重什么就收什么, 那随从肉情撒种的, 必由肉情收获败坏。 然而,那随从圣神撒种的, 必由圣神收获永生。 为此,我们行善不要厌倦, 如果不松懈, 到了适当的时节, 必可收获。 所以,我们一有机会, 就应向众人行善, 尤其应向有同样信德的家人。 你们看, 我亲手给你们写的是多么大的字, 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 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 面对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 其实, 他们虽然受了割损, 却也不遵守法律, 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 为能因在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 至于我, 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 因为借着基督, 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其实, 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 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 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 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 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 从今以后, 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 因为在我身上, 我带有耶稣的烙印。 弟兄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 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